台灣的國民美食 陽春麵便宜又好吃 CP值相當高 但是現在有民眾發現 說一碗陽春麵至少要賣到六十五塊錢以上 不少民眾都非常有感 連其他小吃類價格也是相當驚人 那麼對此呢 其他麵店的業者就說了 在現在這樣的原物料器材都漲的時代 只求玻璃多燒 大多都是自行吸收 好 一碗陽春麵來 白花花的麵條丟入滾燙的白水 少待片刻就可起鍋 來 早上油蔥酥 再來點韭菜 最後再來一顆滷蛋和一片肉 國民美食 陽春麵就可上桌 飄箱超過一夾子 價格雖然有所調漲 卻屹立不搖 我知道我公公賣 他說他五元賣起 我們現在一套麵七十 這中間來回的成本漲價 蛋 肉 我們周邊使用的一些材料器材 什麼都漲價 食材成本壓力大 有其肉類價格飆了三成 連雞蛋價格也不堪負荷 老闆苦哈哈希望可以頂煮驚歡 但說到價格 民眾更有感 有網友就提到桃園行情價 最大碗陽春麵就要六十五塊 豆干六片也要三十元 直呼好可怕 小時候吃就三十幾塊 現在就六十幾 覺得很貴 學生錢就很少 但是就是吃不起這些東西 除了小吃擋不住 現在就連飯店把肺也要 臺北京華酒店旗下太市場食材全面升級 十二月一號起 平日午餐每人多收五百三 平日晚餐假日全天三期也要調漲六百三十元 而同樣十二月一號調漲的還有臺北凱非屋 反應物價上漲 週末及國定假日 午晚餐調漲一百元 文化咖啡也因應食物成本 從明年一月五號開始 週末五間時段費用漲到兩千五百八十塊 萬物其漲的年代 業者守不住 民眾只能咬緊牙關 捏緊荷包 撐下去 記者盧元葉志雄 台北資訪報導